大家好 在这儿看着说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股安贤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无论是否参与运动健身 我始终会保持使用两种一样补剂 它的分别是 复合维生素矿物质补剂和股安贤 吃复合维生素矿物质补剂 主要是为了满足基础健康需求 毕竟每天补充的食物种类和数量 所以复合维生素矿物质补剂 我吃了将近40年 而我将股安贤作为针对运动健身的补剂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一直保持每天使用 虽然运动补剂的选择很多 而且因为职业的原因 可以说市面上 几乎所有的一样补剂类型 我都吃过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大多是免费的 现在没有那个福利了 但是股安贤我一直没有停用 那么为什么我对股安贤这么认可 它是否也适合你使用 对股安贤胺的认识 有什么常见的误区等等问题 我将通过这个系列视频 给大家讲个明白 今天是第一期 讲讲股安贤胺的基础知识 让我们进入主题 股安贤胺是一种非必需氨基酸 在氨基酸和蛋白质的一系列视频中 我讲过 非必需氨基酸 是人体可以自我合成的氨基酸 所以他们显得 没有必需氨基酸那么重要 但是在非必需氨基酸中 股安贤胺算是独树一致 它可以通过肝脏 肌肉 甚至脂肪组织合成 主要储存在肌肉中 但也可以在肝脏 肺部 大脑和血浆中找到 无论是在血液中 还是在肌肉组织中 它都是含量最丰富的单一氨基酸 占体内油力氨基酸池 61%的比重 要知道 脂的氨基酸只占8.4% 简单解释一下 油力氨基酸池 是指身体中 可用于立即使用的氨基酸储备 可见 保持体内氨基酸充足 首先要保持股安心胺的充足 人体为什么需要这么多股安心胺 我们通过它的功能就可以了解到 它的第一大作用就是提高免疫力 或者说支持免疫系统工作 在现代生活中 压力无处不在 在生理层面 无论是平时的大病小情 生活作息 还是来自于运动或其他代谢压力 例如高强度长时间的训练 减脂和赛前的苛刻饮食等等 在心理层面 各种因为生活出于不确定性 引发的焦虑 复杂的人际关系 有的没的尔虞我诈 使现代人无时无刻 出于披头散发的状态 人体要克服压力 保持健康 就要求自我的免疫系统功能强大而持久 此时各种抵抗感染和疾病的免疫细胞 例如淋巴细胞和巨石细胞 是血中对抗病毒和细菌的主力部队 因为股安血胞为这些细胞的快和分裂和日常活动提供能量 因此当免疫反应出现时 对股安血胞的需求也就会增加 除了支持血液中的各种免疫细胞 股安血胞还对肠道健康提供帮助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细胞 除了刚才提到的淋巴细胞和巨石细胞 肠道中还有树苏细胞和肠道扇皮细胞 它们帮助吸收营养并提供屏障保护 也是免疫系统弄药的参与细胞 在不断变化和更新的肠道组织中 由股安血胞负责这些细胞的修复和再生 人体40%到50%的股安血胞都被肠道消耗了 它不但为肠道提供免疫细胞的支持 还帮助提高肠道的消化吸收能力 美国《临床一样学》杂志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 股安血胞对于维持肠道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和功能至关重要 研究显示给肠道患者补充股安血胞 可以减少肠道上皮细胞的死伤程度 提升肠道屏障能力 肠道功能提升约30% 股安血胞对于人体的第二大作用 就是调整人体酸碱平衡 酸性体质是当下经常听到的词汇 我先克服一下酸性体质的问题 酸性体质并不是人体的酸碱度呈现真正的酸性 人体正常的酸碱度近于7.35至7.45之间 当低于7.35的时候就属于酸性体质了 要是低于7.0 这人马上就会心理失衡 昏迷 然后就是死亡 那么不规律的饮食 过度的运动 压力 环境污染等等因素 常常导致酸性体质 此时身体会出现 能量减少 消化问题 免功能下降等等现象 那么股安心胞由此出来平衡酸碱度 人体区酸性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氨的代谢不平衡造成的 氨是一种有毒物质 它主要通过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代谢产生 而股安心胞对于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当氨不俗时 股安心胞作为一种氨基酸分解 提供氨的来源 当氨超量对激时 股安心胞又可以协助肝脏 将氨转化为尿素 再经过肾脏排出体外 通过控制氨的水平 既缓中血液 又帮助其他体液维持正常的酸碱度 其次肾脏代谢问题 引发酸碱度失衡 在肾脏中 股安心胞参与肾脏 对酸碱复合的处理能力 就不光影响尿液的形成和酸碱度 还可以预防肾脏疾病 股安心胞在维护肾脏健康 和全身平衡中起到重要作用 除了以上这些 股安心胞作为神经地质 股安酸的前提 调节大脑功能和神经地质平衡 同时它是合成骨光根态的重要成分 骨光根态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保护细胞 免受自由基因损害 股安心胞还能帮助伤口愈合 增加肠胃的消化吸收能力 其实它的作用还有很多 将来有机会 我们再分话题介绍 刚才我们讲解了很多 股安心胞对于健康的基础作用 可见 股安心胞不只是一种运动一样补剂 它是适合所有人的营养补剂 我在早期 运动营养知识不俗时 片面的认为 它是一种针对运动健身的补剂 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样的想法 那么在下期的视频中 我将讲述 大家更为关心的 对于运动 健身 尤其是肌肉的作用 敬请关注 好 我们来统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股安心胞是一种特别重要的 非必须胺基酸 在人体油利胺基酸池中 占有超过60%的比重 股安心胞为免疫细胞提供能量 以帮助它们修复和生长的方式 支持人体免疫系统工作 而且股安心胞可以通过 调解胺的代谢 支持肾脏功能等方式 帮助调整人体酸碱平衡 并对大脑 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 抗氧化能力 都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你是否健康 体内的股安心胞含量说了算 如果只把股安心胞 与运动健身拉少关系 那就太小看它的作用了 它对健康的帮助作用 被使用过或被使用过股安心胞的人所忽视 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助你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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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场见